更快熟,淋少許酒,今晚切醋粒,倒入中間 各位,大家好,又係星星同大家,職人吹水 星星,拍住這兩塊是雞扒來的,雞腿起了骨的雞扒 今天和大家吹雞扒,好多網友問我,為何我買雞扒回去 用淡鹽水浸溶雪,都會有股怪味和雪味,為何呢? 這個問題問得相當好,大家看不到雞扒的形態?扁扁平平 我們回來的雞扒,一箱過雞扒,一塊搭一塊,一層一層搭著 所以外面買雞扒,買這些雞扒是扁扁平平的 如果大家在外面凍肉店買到雞扒,成塊彎,代表那塊雞扒 雞扒在室溫已經經過解凍再雪,這類型雞扒的質量一般都不會太好 為何會這樣說呢?因為這塊雞扒融了雪,在室溫放了很久融了雪 然後又放在雪櫃那邊雪,突然又拿出來,又是這樣,在室溫解凍 那塊雞扒就有細菌的增長,長期融雪又解凍又融雪又解凍 導致雞扒有異味,當雞扒有異味,用什麼鹽水解凍,都會有異味 大家出去選雞扒就記得,選一塊扁扁平平的雞扒 色澤比較紅潤,雞扒就好看 今天雞扒有什麼脆呢?我做一塊,什麼都不要理 現在用淡鹽水解凍,這些雞扒,臨食前幾個小時 放在雪櫃4度的保溫格解凍,攪到軟身再拿出來解凍,效果就最好 現在浸半個小時 雞扒先,雞扒解凍之際有什麼好攪呢?我剝了蒜頭 這些蒜頭有什麼作用呢?我們全部切片 今天用一個比較簡易的方法處理雞扒,怎樣簡易呢?不用腌,夠不夠簡易呢? 切到差不多,厚薄,這樣就OK了 準備好蒜片之後,還有其他材料?看看這邊,什麼來的? 這是蔥花,蔥花,除了蔥花,還有其他,這塊扁扁平平什麼來的? 牛油來的,適量的牛油,醃料,鹽和黑椒,就是這樣簡單 第一步,第一步,處理蒜片,怎樣處理?用油,炸去 如果家裏不想用太多油,慢慢煎香都可以,用心思 油,油溫約160度,見到微微有少許抱出,慢慢在鑊的旁邊放下去 炸蒜片不要心急,慢慢炸,保持細火,慢慢炸去 給點心急耐性,因為如果太過猛火,外面炸到焦,但裏面都不香 這些蒜片要慢慢炸香,今次這個做法有些類似鐵板燒 大家有沒有在外面吃鐵板燒,以前吃牛扒和牛,淋煎快 牛扒之前,煎一煎蒜片,其實這個都是一樣的 至於炸完這些油有什麼作用呢?很香的,蒜蓉油,留回來拌意粉,相當好食 現在大約炸了兩分鐘,見泡都沒有什麼,疫情燃開始有少許鑽色 我們就給中火,將油溫提升,逼一逼蒜片的油份逼出來 一鑽色就差不多起,炸多一分鐘 加大油溫後,大家都看到,立即轉色,這段時間可以關火 我們趕快倒起它後,在中間那裏向一氧鬆它,吹凍它,吹凍它就會變脆 備用 在炸蒜片之際,拿雞扒出來,現在就洗乾淨,攤到軟身 攤到軟身,將淡鹽水洗乾淨,洗兩三次 雞扒洗乾淨之後,瓊水,瓊水,拿廚房紙出來,把整塊雞扒抹到很乾 表面頭又吸一塊,將雞扒表面的水分全部印乾,印到怎樣 大家看到,要黏的,不要讓任何水分留下 醃料,醃料,黑胡椒,在雞皮這個位置,落少少少黑胡椒 落完黑胡椒之後,落少少鹽花,少少就可以了,有少少的底味 然後拿去煎,剛才倒起蒜片,留少少油在裏 在這裏,雞皮那邊,放下去先煎,放下去不要滾去,收慢火慢慢煎 現在煎了30秒左右,不用太多油,因為一路煎會不斷釋出油分 先煎,緊記就是煎了雞皮那邊先,我們收到火最慢慢慢煎 煎這些扒有什麼竅門呢,盡量不要動它,不要按它 不要不斷按,不斷按,這裏按,肉汁就被你按出來 如果有幸出去吃鐵板燒,師傅拿著發牛板不斷按,不斷按 那些師傅的功力就差少少,不要動它,鎖住一邊的肉汁 約煎到2分鐘左右,現在反到另一邊,煎得很靚 這塊雞扒不用煎熟,不用煎熟,這邊也先煎2分鐘 這邊又煎封了2分鐘,是不是很靚?旁邊的又煎一煎 這段時間,將整塊雞扒放過來,按著,慢慢切粗粒 連最後這塊都切完,就可以拿回鑊 放在鑊鑊上,慢慢煎香,這些還有粉紅色位置,放在中間 這些快熟的,放在旁邊,再煎一煎,煎1分鐘左右就可以了 煎1分鐘後,想它更加香,更加快熟,這段時間淋少少酒下去 哇,是不是很香?更加香些,給多一點點 用酒的揮發,將雞扒進一步將它煎熟 這段時間,下蒜片,現在都有點脆了 然後,下蔥花,下少少牛油下去,炒一炒它,炒香這段時間 到最後,下約1湯匙生抽,炒幾下就可以起了 下生抽之後,繞幾碟就可以起了 這個簡單易做的煎雞扒就完成了,主角都是蒜片和牛油最後落 拿來送啤酒一流,或者拿來拌意粉吃都很好吃 今天雞扒的分享到此為止 喜歡吃蒜片的網友,給個like,訂閱我,職人吹水的頻道 幫我分享這個蒜片煎雞扒,我就先吃東西,多謝收看,拜拜 請